好 各级学校已经是开学一个礼拜了 为了掌握疫情新知并且提高校园相关人员防疫的意识 台东县政府教育处在9月8号以国中小校长 以及护理师为对象安排防疫视讯专题的讲座 各级学校开学已经一周了 为了掌握疫情新知并提高校园相关人员的防疫意识 台东县政府教育处8号以国中小校长以及护理师为对象 安排防疫视讯专题讲座 邀请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医疗网东区指挥官 以及感染室医师主讲疫情趋势以及学校应有的防疫作为 而县长饶庆林也出席与会 另外为了让整体校园防疫更周延 台东县将配合中央规划 从9月23号起开始陆续为县内国高中职学生进行BNT疫苗接种 目前已经发放接种同意书 教育术再次强调家长要仔细详读接种须知 好好评估孩子的健康状况 不过我可能就是要提醒一下是我的家长 就是说在疫苗接种之前 家长应该要仔细评估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 那当然如果身体健康都OK的话 也鼓励我们的家长让我们的孩子赶快施打疫苗 赶快让我们的学校园形成保护力 确认意愿后将会尽速完成造册 施打顺序从县内国高中职以及五专 完全中学特教学校等12所学校开始依序往下施打 记得陈安如综合报导